我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还有一双聪明可爱的儿女,这种生活让我每天都沉浸在幸福当中,然而,妻子始终不让我看她的手机,而她则总是仰躺在床上伸开一双眉腿,看着手机物质发酵,一双手更是飞快地打着手机键盘,我猜想她一定是在聊天, 可是,当我一靠近,她就将手机屏关闭,不让我看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信息,这让我总是感觉妻子的手机上藏着什么秘密,我也问过妻子,她说是同事,我再问的话,妻子就会把手机藏好,过来跟我撒娇,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继续逼问了,毕竟妻子的诱惑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放下所有的戒备沉浸在她的温柔箱中,可惜,这种美好的沉浸式的舒爽不会持续太久,渐渐的妻子开始拒绝与我亲热,甚至有一次,她直接踹我下床,骂我是个废物,这让我非常接受不了。 而我对妻子的手机当中的秘密也越发地好奇起来,我觉得她一定有问题,可是,妻子似乎就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每当我起了疑心的时候,妻子就会贴过来,用她那极具魅惑的声音在我耳边小声而语。 妻儿给我一次,让我无比舒爽的体验,这样一来,我又手足无措了,渐渐的,我也安心了下来,毕竟我和妻子拥有一双可爱的儿女,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也一直不错,我觉得我不该去怀疑妻子,即便她每次出门,回来之后,口红的色泽不一样, 臀部的位置,有一些如同被巴掌打过的红色印记,我也选择去相信,直到有一天,妻子洗澡的时候,我发现,她落在外面的手机上,弹出一条消息,宝贝,我在801等你。 顿时,我的脑子炸开了,这件事情让我耿耿于怀。 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询问妻子的这条消息,正当我犹豫的时候,妻子告诉我她有事情要出门,还精心地打扮了一番,穿上了黑丝,我瞬间起了疑心,洋装答应之后,悄悄地跟在了妻子后面。 而后,我目睹,她进了酒店,那一瞬间,我的血猛地冲进了脑子里面,然后我便偷偷地跟着她,直到她走进了凯悦酒店的801房间,而同时进门的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我快要急疯了,却无可奈何,我是个农村的寒门子弟,来到恒州上学,在学校结识了我的妻子。 她肤白貌美,家境殷实,父亲更是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并且对我帮助很大,可以说,如果没有岳父的提携,我达不到今天的成就,站在801的门口。 我整个人都处于猛逼状态,我很想不顾一切地冲进去,暴揍这对肩夫淫妇,可惜,最终理智战胜了冲动,因为贸然冲进去抓奸的后果。 我承受不起,我让服务员开了802的房间,躺在跟801只有一墙之隔的床上,听着他们在那边激情地打扑克,妻子的妩媚身影让我不争气地扯齐了,回想着和她的点点滴滴。 回想着她在我身下成欢的样子,再看现在,我的心如死灰,激情瞬间就退却了。 接着,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我的孩子,他们这么纯熟的动作,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么,我的那一双聪明可爱的儿女,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 因为农村人固有的传宗接代的习惯,即便是我知道妻子红杏出墙,也不希望我那一双儿女会是他们的孩子。 然而,正当我犹豫着怎么做的时候,隔壁突然传来了很大的声音,我听到那个男人大笑着说, 陈东那个傻逼还不知道他在替我养孩子吧。 哈哈哈哈,瞬间,我的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此时此刻,我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从八楼一跃而下,一了百了,直到他们两个离开酒店,夜已经很深沉了,我才慢慢地离开了酒店房间,走回了那个本该属于我的安乐窝,现在却变得比冰窟还要寒冷的家中,妻子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 好似感觉到了一丝不安,他主动过来摸我的手,问我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不开心了,还保证说没关系,他可以摆平,摆平,我冷笑着摇头,用那个肩肤的力量帮我摆平这件事情吗? 我头也不回地走回卧室,将房门锁死,妻子自然是感觉到了什么,他不停地敲门,还给我打电话,我却没有接也没有开门。 现在,我只想搞清楚一件事,我的一双儿女到底是不是我的,第二天,妻子上班走了之后,我准备好了儿子和女儿的头发,到了人民医院亲子鉴定中心,做了亲子鉴定。 之后结果是,儿子是我的,女儿不是,我崩溃了,我在女儿圆圆的身上,轻住的心血一点都不比儿子少,而且,因为她年纪比较小的缘故,我更加照顾她有好吃的好玩的。 先让着她,没想到,她竟然不是我亲生地从医院走出来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失魂落魄,就好像被魔鬼抽走了脊髓一样,疯疯癫癫地漫无目的地走着,我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走了一整夜,寒冷的秋风刷着我的肌肤,冰寒刺骨,而我的心也越发地坚硬了起来。 这一刻,我决定,一定要妻子付出惨痛的代价,我要复仇。 这样想过之后,我竟然回味起那日在802听到的身影,一种妻子不知道我知道她出轨的窃喜感瞬间传遍了全身,她不知道我知道的,我却知道她知道的。 这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第二天,我回到家之后,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表面上我还是平日里那个默默付出的三好嘱咐,但是,我的心变了。 妻子的出轨已经成功地唤醒了我内心中阴暗的一面,如果是常人知道女儿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话,一定会对儿子加倍的好。 而将女儿气弱必履,而我不坏,我反而对圆圆加倍地好了起来,我把好的东西全都给了她,每天给她讲故事做游戏,送她上学放学,给她买爱吃的汉堡,当然我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对她好,其实是我复仇计划的一部分,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妻子见我没有其他的举动,大概是放心了,又恢复了她那高高在上女王的姿态,开始对我一指气势,我则是内心冷笑着,默默地承受。 在我的复仇计划当中,她现在有多么的一指气势将来就会有多么的悲催。 妻子说她的弟弟今天晚上要来家里,让我买点羊肉,晚上一起吃火锅热闹一下,我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不过,她刚刚转身离开,我的嘴角就泛出了一个阴惨惨的笑,妻子的母亲是一家企业的高管。 父亲是街道办主任,但是她的弟弟却是一个好吃懒做的街流子,因为经常参与赌博的原因,致使原本因时的家庭逐渐地走向了末路。 这些年,若不是我明里暗里地给她还债,怕是她现在已经被追成过街老鼠了,可惜,她一点都不知道悔改。 姐夫,你知道这个网站吗?只要给我一块钱,我保证你能挣两万。 刚进门,小舅子就给我推销起了那些菠菜网站,量测,不是姐夫说你,这些东西能不玩就不玩吧。 趁你姐还没有回来,我这里还有一些私房钱,能还多少是多少吧。 说完话之后,我给她转了五千块钱,姐夫,我,梁测显然是被我的行为感动到了,她张了张嘴,似乎有些哽咽,我出去买羊肉,一会儿咱们好好的喝两杯。 我转身走了出去,给小舅子钱,其实也是我复仇计划的一部分,我知道赌狗是不会上岸的。 没准在我出去买羊肉这段时间,她就能够把五千块钱全部输完,但我心里异常痛快。 我甚至能够想到姐弟俩将来为了我反目成仇打成一团的样子,很爽,我没有直接去买羊肉,而是去了凯悦酒店801开了房间。 并且告诉服务员,我要连续开一个月的房,并且给了她五千块钱小费,作为交换,我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我的妻子带人过来开房的时候,要按照平时的房价给她,并且为我保守秘密。 当然,这部分收入服务员自己可以拿走,这种天上掉线柄一样的暗箱操作,服务员自然心领神会,很快就给我办理好,并且像宋大爷一样,将我领进了房间。 服务员走了之后,我在床头的位置,安装了一个微型的摄像头,可以直接通过我的手机查看的那种,其实,这段时间,我已经确定了妻子的行踪。 他们一般都会在凯月801开房,具体原因,也许是,这里距离她的单位近,条件又比较合适的原因,至于为什么是801,我猜想,这个数字,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瓶一千块钱的白酒带了回去,进家之后,小舅子如葬考笔的脸色让我知道,五千块钱又打了水漂,不过我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让她帮我洗菜,装作和她亲密无见无话不谈。 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后,我给妻子打了电话,让她下班路上注意安全。 紧接着,我精心地在餐桌上叠了一束玫瑰。 盯着这些我最亲密又最遥远的人,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妻子埋怨我,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酒? 我说两侧好不容易来一趟,都是一家人,当然要隆重一些,吃酒吃过一半。 妻子接了一个电话,她告诉我闺蜜,找她有事,她要出去一下,不用管她,让我们继续吃饭。 我当然明白,妻子到底去做什么。 临出门前,我拉住妻子的胳膊,说,老婆,别舍不得花钱逛街的时候,给自己多买些衣服。 妻子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预算她应该到了801房间,便独自上了卫生间。 在卫生间里,打开了监控视频,果不其然,妻子出现了801,看着她风骚性感的模样,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我看着他们长达半个小时的亲热,然后将视频保存好。 小舅子在外面催,我只说自己吃坏了肚子,等我出来,小舅子已经走了,不过,我却收到了她的短消息,她说,姐夫,谢谢你。 看着这句话,我笑了起来,小舅子是我复仇计划的一部分,她对我的感激,在将来会成为我反击妻子最犀利的武器。 接着,我带着圆圆丸,我领她去游乐场,跟她捉迷藏,给她买几十上百块的冰激凌。 我把她宠成小公主,让她飞扬跋扈,让她离不开我。 然而,如果我真的和妻子离婚,我绝对不会要她,我会让她跟妻子生活在一起,让他们母女生恨,逗个你死我活,想要这里,我的内心突然非常畅快。 对了,我在网上兼职赚钱,在妻子二薪钱,我会把我所有的收入,全都交给妻子,妻子二薪后,我想过要转移财产。 在咨询了律师之后,我发现,这些都是行不通的,研究了好长时间我才想到了办法,我把自己收入的两成拿出来做家用,剩余的那些,给儿子买了一份成长型的保险。 毕竟在这个家里,儿子是唯一的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我这几年的收入并不低,即便是只有两成,都会有接近六千元。 我告诉妻子,这是我的全部收入,妻子也没有怀疑,我老家是农村的,父母没有任何收入,现在的房子是岳父岳母付钱买的,车子也是岳父他们买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债务。 妻子回来,已经接近十二点了,我复仇的心里又涌了上来,我揽住她的腰,轻易地抚摸着她的腿,从上到下,听着她略微粗重地喘息,我从心底鄙视地骂她是条母狗。 应该是心生愧疚的原因,妻子并没有反对,反而想要给我一种生理上的安慰,说实在的,妻子的二心,让我彻底像变了一个人,加上亲自鉴定的真相,唤醒了我心中阴暗的一面,我像是一个疯子一样。 确实,我现在就像是一个疯子,我使劲地冲锋,根本没把她当成是一个人,妻子睡了之后,我打开手机,观看之前的那些证据,看着她妩媚风哨的样子,我的心冰冷如铁,第二天是周六,妻子说要加班,我心里知道她又要去约会,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她走后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通过手机视频,发现她出现在了八百零亿的床上,隔着屏幕我感受着她的妩媚,然后将视频保存了下来,直接出门,进行我的下一步计划,我在商城花了两万,给岳母卖了一套按摩椅,然后又给老丈人买了一箱华子,这钱花得一点都不心疼,岳母和岳父都是那种传统的人, 即便我有一种入赘他们家的感觉,但是他们二人并没有为难歧视我,相反他们处处帮我,让我在这个城市立足,所以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三分之一的感情是为了报答他们,当然剩下的三分之二是为了复仇。 东,家里的电器都是你买的,你还有孩子要养,工资也不富裕,以后可是不要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了。 岳母指的是那套电脑,空调,还有那套旋转餐桌,这些都是妻子二薪之后我给他们添置的,岳母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我能够从她的眼睛里面看得出来,她还是满心欢喜, 我把烟蒂给岳父熟练地拆开箱子,把按摩椅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爸妈,你二老颈椎不好,这个按摩椅钻门负责治疗颈椎的,钱不钱都无所谓了,我家住的房子都是你二老买的,没有你二老,我在这里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 说到这里,我略微叹了口气,尽量让自己声音哽咽,妈,您上来试试,试试舒服吗? 小冬啊,你比良策哪个败架子可强多了。 感性的岳母被我的情绪感染,也有些泪眼婆娑,我抬起手装作擦泪,其实是为了挡住我冷笑的嘴角。 姐夫,你来了?小舅子经不起念叨,推门走了进来,原本的温情被小舅子的意外出现给打破了,岳母因这一张脸坐在按摩椅上,一句话也不说,至于岳父,看到良策后,脸色瞬间搭了下来,二话没说,气得直接扭过头去。 这场面实在是太滑稽了,小策回来了。 我急忙招呼了一声,打破了这种尴尬的氛围,良策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这些年为了给他还钱,岳父岳母的钱,让他拜了个底朝天,他轻易不会回家。 凭我对小舅子的了解,这次回来,肯定有所企图,果不其然。 良策告诉我们,他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已经谈了半年,现在准备要结婚,女孩没有别的要求,只想要一套房和一辆车。 听完良策的话,岳父勃然大怒。 这些年给你攒着买房的钱,全让你小子给败光了,你现在还有脸跟我要钱买房买车。 我拿什么给你买? 良策从小娇声惯养,岳父的话让他非常不满,他扯着嗓子朝岳父喊道,你能给我姐买房,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买? 小舅子没大没小的,说的话又很冲,岳母听后,仰手就想要打他,我健壮连忙拦在前面。 妈,您别激动,小策说的没错,现在既然准备结婚了,肯定是准备改过自新了,你二老放心,小策就是我的亲弟弟,房子和车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说完,我情不自禁地又笑了,因为一个异常邪恶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产诞生了。 之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开门见山地告诉了妻子,我准备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二抵押的来的钱给小舅子做首付。 不料,我的话让妻子瞬间就怒了,陈东,你平时给小策塞钱买东西,也就算了,把咱们的房子抵押出去,给他买房,亏你想得出来。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不争气的样子,你脑子是不是给驴踢了? 妻子说到这里,突然哭笑不得地盯着我。 陈东,小策到底是谁的弟弟,为什么你比我还要关心他? 我抓住妻子的手。 苦口婆心地解释道,当初要不是爸妈给咱们买下房子,咱们也不能过得这么舒坦。 虽说小策是有些不着调,可再怎么说他也是父母的亲生骨肉,现在有难处,咱们不帮谁帮。 说完这番话,我心里不禁又冷笑了起来,但脸上还保存着刚那种谄媚,那种低姿态的仰望,妻子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我。 她张张嘴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我知道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妻子自己的名字,而且还做了婚前财产公证,房子是属于妻子一个人的。 所以呢,房子抵押出去和不抵押出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抵押出去的钱给一个赌狗买房,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就乐开了花。 因为我知道小舅子永远改不了他那豪赌的毛病,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这件事情的结局,肯定全部打水漂,那抵押来的贷款可以给小侧付,可是抵押贷款怎么还? 妻子又抛出了一个问题,亲爱的,这件事情我会跟他好好谈一下,要么让小侧还,要不就咱和咱妈两家一块把债务接过来。 说到这里,我又拍了拍妻子的肩膀,老婆,等小侧结了婚有人管了,就轮不到咱们操心了。 妻子万般无奈,叹息声中,其实已经同意了我的提议,妻子一直做现金出纳,跟银行的人也特别熟,抵押贷款根本就轮不到我出面,而我也不想出面,毕竟签名按手印会影响我之后的征信,就小舅子那副尿性,我估摸着到时候他们全家人都会变成老赖。 在半房贷那天,我开车拉着小舅子去银行,透过妻子和房贷专员打闹的动作,以及略带暧昧的言语。 让我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弄不好他们两个之间也有关系,我跟小舅子要了支烟,还没点上,突然控制不住地大笑了起来。 姐夫,你怎么了? 梁测被我的样子吓到了,诧异地看着我,我连忙收起了笑容,不过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就是高兴,没事,姐夫就是高兴。 见小舅子还是不明所以,为了掩饰我脸上的那种兴奋,我连忙找了个理由,我想着房子的事情给你解决了, 剩下的就是车了,车子问题好解决,你们结婚的时候,我给你们买一辆。 谢谢姐夫,你对我太好了。 我心中一阵窃喜,道,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客气话,你以后争点气就行了,爸妈年纪大了,别让他们再操心了。 放心吧,姐夫,我一定喜心革面。 我看着小舅子纳德义的神情,也不禁地跟着笑了起来,只是我们笑的原因不同,都个怀心思,贷款总共三十年,每月还两千七,你可得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贷款还不上房子,可就收回去了。 小舅子签完字后,妻子一脸庄重地敲打她,知道了姐,你怎么跟咱妈一样磨磨叽叽的? 梁策有些不耐烦地把合同塞进包里。 妻子无奈地摇了摇头,又盯上我,陈东,你先回去接孩子,我跟宋经理还有些公司上的业务要聊。 说到宋经理的时候,妻子将头发拢到而后,看到这里,我已经心知肚明了,我突然拉住宋经理的手,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两个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宋经理,梁宴公司的事情可就拜托你了,您可得多上点心,尽可能地多帮帮他,免得他回公司被老板骂,拜托了。 说完,我轻轻地婆娑了一下宋经理的手背,同时我看到了宋经理眼神中的窃喜。 哈哈,这种能看透别人心思的快乐,我真是太喜欢了,回去的路上我告诉梁策,如果贷款真的还不上,就打电话给我,我来帮他想办法,小舅子感激得不行。 他说,姐夫,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等我以后发达了,肯定好好报答你,我心里则是一阵冷笑,毒狗之所以是毒狗,那就是因为他一辈子都不会上岸,妻子回来的时候他嘴唇上口红的色号都变了。 我无暇关注这些,而是去卫生间,打开了视频,又是801,又是那张床,只不过男主人公变了,妻子见我好久没出来。 竟然主动给我洗衣服,着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刚从外面回来,不是心虚是什么。 陈东,你说小蕾到底能不能改掉他的坏习惯? 你要相信小蕾,浪子回头金不换,小蕾都发誓了,再说,现在有女朋友管着他,肯定没问题,但愿如此,希望从今以后,我这个弟弟能够彻底让我省心。 会的会好的。 我一边敷衍地说着话,一边拉开了妻子的内衣,你舒服了想睡觉,那是不可能的,我还没完够呢,我疯了一样折腾,疼得他哇哇乱叫。 可我却生出一种变态的快乐,我那小舅子脑子有问题,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我那小舅子的脑子这么有问题,贷款合同签了还不够半个月, 他居然利用这份合同做了一个二次贷款,二次只有五万块钱,一个小时不到,让他输了一个干干净净,梁测为了堵窟窿,又做了几分假的网签合同,找小贷公司弄了十五万,一把缩哈,余额又变成了零,我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是没料到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小测,不是姐夫说你,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以后不碰赌了吗?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当初是怎答应我和你姐的? 我强忍住内心的喜悦,可以扬装出一副责备的样子,但我脑子里面却在想着,小舅子,好样的,超额完成了任务,姐夫我求求你了,你借我两万,我就要两万,有了这两万我立马就能翻身,姐夫你放心我已经掌握了他的套路了。 不行,这东西不能再碰了,这东西害人害己,我不能再让你碰了,别说两万了,两千都不行。 姐夫,真的是最后一次了,你看着我玩,你看着我玩行不行? 两侧眼泪和鼻涕齐飞,他蹲坐在我身边,几乎都要给我跪下了。 小侧,两万块钱我有,如果放在昨天之前,我肯定拿给你。 可是,说到这里,我朝着自己脆弱的位置重击了一下,剧痛让我瞬间从椅子上滑下来。 就这样,我顺势跪在了小舅子的面前,要想复仇计划成功,我必须要演好这出戏,随即,我的眼泪喷涌出来。 姐夫,你怎么了姐夫? 两色健壮,当场就梦了,我在小舅子的眼里,始终是一个照顾着她的好姐夫形象,此刻我,突然变得如此懦弱,让她根本无法适应。 小侧,你姐,你姐她。 你姐对我变心了? 呜呜呜,我环抱住小舅子的肩膀,鼻涕和眼泪全部都流到了她的脖子上,不会吧? 姐夫,你不要这样,到底怎么回事? 梁策轻轻地把我推开,略有些严肃地问道,毕竟,这是可不是闹得完的,小策我不想活了,我这么爱你姐,我把它当成生命中的唯一,可她居然,说着说着,我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拱起身子,用头重重地撞向身旁的大衣柜,我的撞击力很大。 再加上自己是故意为之,小舅子根本就拉不住我。 结果我脑袋直接磕出一个大口子,鲜血流了一地,姐夫,你不能死啊。 想想孩子,想想我。 梁策慌了,一时都说得突噜嘴了,姐夫,你别管了,我去找哪个畜生算账,梁策说着就站起身,见状我死死拉住她的衣服,小策不行,你把事情捅破了的话,我和你姐就彻底过不下去了。 我求你了,你别去,千万别去。 我跪在地上,开始给小舅子磕头,鲜血把地板砖涂成了红色,梁策只能蹲下身子,简单替我包扎,一时间又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 人的生命没有那脆弱,多到口子不一定会死,虽然我心里在冷笑,但脸上却保留着不甘,无奈手足无措,小策,你答应我,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我抓住梁策的手,苦苦哀求道,小策,我求你了,我不能没有你姐。 梁策虽然十分为难,可还是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我露出示然的笑意,然后掏出手机给妻子打了过去,按下免提键之后我示意小舅子晋升,老婆你快下班了吧。 我有点事情找你,什么事?妻子问道,声音平淡里带着一丝疲惫,小蕾找我借两万块钱,你批准一下吧。 我故意装出轻松的姿态,陈东,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土狗,梁蕾哪个王八蛋,他拿合同去贷款了你知道吗? 你居然还想借给他钱,我告诉你,一开始吧,咱们的房子抵押出去,给他付首付,我就不同意,你非得在这里乱出馊主意,现在怎么弄吧。 妻子突然对我大发火起来,嗓门之大事从未有过的,隔着手机屏幕,我都能幻想出他此时的面部表情,肯定不是一般的争鸣。 我慌乱地把免提剑关了,然后又装作关心地问道,老婆,这些事情你都是听谁说的? 小舅子的面部已经有些变形了,他长着大嘴,一脸气急败坏的儿样子,要不是信贷部的宋经理好心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 陈东,你算是把这个家败完了,这个家彻底毁在你手里了。 虽然免提剑已经关掉,但妻子歇斯底里的声音还是传了出来,够了够了,梁测实在是忍受不住了。 他大叫着想要把手机从我手里抢出去,可我没有这么傻。 在他嚎叫着抢手机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挂了电话,我拉住梁测,佯装着劝慰道,小测,你冷静一下。 别激动,姐夫,你放开我,那个姓宋的,我看是活得不耐烦了,我现在一股烂胀,我也不活了,我要跟他同归于尽,我要弄死他。 梁测一把睁开我,推开门跑了出去,小舅子走后,我已经笑得不能自已了,梁测现在基本上已经疯了,就冲着梁测这股风劲,幸送的今天,怕是凶多吉少了。 我拿出上好的茶叶炮上,本来我没想这么快就启动复仇,可梁测这个败家玩意,败家速度也太快了,没办法,这是逼我要快点行动。 我打开电脑进入网盘,妻子每次外出我都会做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有文档相册,还有视频,我并不想现在就发出去,而是想要明日凌晨发出去,发出去的对象是我们的家族聊天群,还有我们的共同好友。 当然我更希望发给更多的人,可苦于没有联系方式,这一点做不到,只能再等合适的契机了,好茶不过三。 我略做喘息,就直奔岳父家,我有岳父岳母家的钥匙,这个时间他们还没有回来,我摊坐在沙发和茶几的过道里,把略微结痂的伤口重新回复新鲜,让血继续流出来。 接着我打开手机所有的应用,启动耗电模式,电量很快消耗掉自动关机了,楼梯里传来了盘山的脚步声,随后是两口子的谈话,他们好像是说,量测这次的谈婚论嫁,能不能改掉之前的毛病等等,要是插入的声音,让我突然有些后悔,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做的到底对不对。 在报复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做的过于阴暗,甚至有些疯狂,正当我内心开始摇摆的时候,我又听到岳母说,亏良宴嫁了个好老公,这句话无形地刺激了我,我又坚定了自己的报复计划。 岳母打开灯的一瞬间,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我,她先是惊讶地叫出声来,当看到人是我的时候,又急忙跑了过来,老良快打救护车。 岳母急切地指挥着岳父,爸妈都是我不好,真的,都是我不好。 我顾忌重施抱住岳母,这一刻,我真的有些委屈,这些年的一切都化作了泪水,全都涌了出来。 怎么了小冬,你怎么了? 岳母毕竟是个女性,我的歇斯底里,一方面让她有些害怕,一方面又让她有些担心,妈,我对不起小册,我找不到小册了。 我继续打着这张牌,虽然小舅子不争气,但他毕竟是两个老人的儿子,这张牌最好用,良策,这个败家子又怎么了? 岳父拿来了纸屑袋和毛巾,一辈子大男子主义的他,竟然为我擦起了脸,我省略到前面告诉良策关于妻子变心的事情,就说良策在听到妻子的电话后,去找宋经理算账了,什么? 他又贷款了,又去赌钱了。 老丈人听完我的话,手中的洗脸盆都掉在了地上,爸妈,没钱了,咱们可以再赚,但是我害怕呀。 我害怕小策把哪个宋经理打一顿,我怕小策会出事。 就在这个时候,妻子的电话打了过来,是打给岳父的,他的声音几乎崩溃了的喊道, 爸,不好了,良策把宋经理杀了,良策杀人了。 隔着屏幕,我都听到了妻子的歇斯底里,我猜想,他肯定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 而我也有些梦了,良策杀人了,他把宋经理杀了,就在我一头雾水的时候,岳父整个人向后扬倒,跌倒在了地上。 等我跑过去的时候,他的嘴唇都是青黑色的,一只手捂着心脏,浑身哆嗦。 岳父的重病,让我的良心受到了一些谴责,因为他对我真的很不错。 而我所有的复仇计划里面,并没有针对于我岳父的伤害。 可是,现在的他已经不行了,岳父被送到医院之后,我便偷偷地离开了。 我不想目睹岳父的死,但是我知道,他80%活不过今天了。 这两天我没有回家,手机也一直是关机的状态,没有被我打开。 直到两天之后,我打开手机,才知道岳父真的已经死了。 也许是,对于岳父心存愧疚,也许是我复仇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完成。 我穿上了黑色的西服,走进了岳父的灵堂,小舅子因为故意伤人,正在公宿开庭。 所以没有办法到场。 此刻,透过灵堂当中的那些人,我可以看到,妻子正在灵堂当中嚎啕大哭。 我闺女圆圆,则是在打闹灵堂,她的表现和我预料的一般无二。 这个被我宠坏了的孩子,根本不顾场合什么的,一直在大喊大叫,甚至把岳父的花圈都给推倒。 岳母急切地过去拉扯孩子,却被圆圆反手打了好几下。 她大喊着,我要爸爸,我要回家,我不要在这里。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难过,不管怎么说,圆圆也是我的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是,我毕竟养了她那么多年。 而岳母对我也不错,她根本没有必要为妻子承受这种痛苦。 然而,就在我想要走过去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黑色鼻挺的媳妇,梳着油光蒸亮的头发,正是我用摄像头拍摄的801房间的男主角。 当这个人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再次沉浸了下来,我感觉自己的胸口有团在烧。 就是她,就是她长期地和我的妻子保持着那种关系,我死死地盯着她,恨不得将她生死活泼了,男人走过来,轻轻地揽住了妻子的肩膀道,梁燕,你要振作起来,要坚强起来。 接着,竟然若无其事地在我妻子的手上捏了两下,然后,她把手滑到了我女儿的脸上,笑眯眯地捏了捏圆圆的脸,妻子的脸上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那种祥和,那种侵入骨髓里的爱意。 我瞬间反应了过来,这是她们三人在我眼中的第一次同框,这一幕对我的冲击力太大了,直接摧毁了我内心的最后那道防线,她们三个才是一家子。 而我只是帮别人养孩子的冤大头,原本要走出去的脚步瞬间收了回来,我打开了手机,将妻子出轨的所有视频全都点了发送。 然后,我走到了灵堂后面放哀乐的地方,把手机连上播放器,瞬间,妻子那一阳顿挫的声音响了起来,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处于猛逼状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有个人发现了手机上的信息,好奇地点开,很快,所有的人都发现了手机上的内容,就算没有发现的,也会被公放里面妻子的妩媚呻震惊。 接着,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妻子和那名黑西服的男子,此时此额,他们两个站在人群中央,成为全场的焦点。